多伦多刚刚经历了4月份5月份的居家令 大部分商家被迫叫停营业 经济萧条 房市自从去年同期首次放缓 很多朋友都关心多伦多的房价会降吗 大家好,我是Ni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加拿大最大的新闻也是人们讨论最多的话题 一就是打疫苗 二还是多伦多房地产的市场走势 目前大部分的加拿大人都已经接种了第一针疫苗 我相信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打完了第二针的疫苗 我上周打了第二针的辉瑞 反应还是很大 有点发低烧 浑身的酸痛 也没什么食欲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和我同样的感觉 总之打完疫苗后虽然身体不是非常的舒服 但是想着可以尽快的回到正常的生活还是很开心 第二个热点的话题仍旧是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的走势 目前加拿大的失业率还是居高不下 百亿凋零 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是自从去年以来 自从去年其实同期的以来首次放缓 那么未来的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会是怎么样呢 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来聊一聊 我的频道是关于多伦多房地产市场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订阅你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视频资讯 想要知道未来的房市的走势 数据不会说谎 我们先看一下上个月多伦多房地产市场的走势的报告 经历了4月份5月份的严格的居家令 多伦多房地产市场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通过销售量的报告来看 2021年5月份同比去年同期销令增加了160.1% 从新上旁量上来看 今年的5月份比去年的5月份多了103.7% 从平均的上盘天数来看 今年要比去年的上盘天数少了53.1% 这些都说明了多伦多的房市 在新移民的数量大幅缩水 海外买家还没有大批入市 刘月生没有返校的情况下 房地产市场还是要比去年的同期要活跃很多 再来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走势的变化 在2020年的5月份同样是封城和居家令的情况下 大多的房市的均价是863,563 而到今年的5月份已经达到了破纪录的1108,453 那在短短的一年的增幅已经达到了28.4% 也就是说去年100万的房子 今年就要多花28万来买 那这个增幅呢还是很惊人的 那试想一下 我们去年呢一年才赚了多少钱 那其实呢还是挺让人气死极恐的 那么价格呢环比只涨了1.1% 那房价的走势呢在过去的一年里 首次呢开始放缓 那么接下来房地产市场会有如何变化呢 那因为严格的居家封锁令 那这是整个的经济活动的停摆 暂时的放缓了房地产的增长速度 但是呢并没有让房价下跌 我认为呢有以下几点原因 那第一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 是还是这个银行的超低的贷款利率 加拿大因为疫情呢经济下滑 那比二战的时候更严重 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呢 实施目前呢这种低利率的水平 到现在呢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而且这种低利率呢 还会一直维续到2023年 那因为这种借贷成本的降低呢 刺激了买家入市 那房市呢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 从而导致了价格呢不断的走高 二是呢购买偏好的这种转移 很多人呢搬离市中心的公寓 而选择居住空间更大的独立屋 从几十万的公寓呢换到上百万的自由产权的房屋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均价上行的另一个原因 那第三点呢是人们因为疫情呢攒下了更多的钱 有资料显示呢 加拿大人在去年呢省下了212亿加元 而2019年呢却只有18亿 那2020年呢人均呢省出了5574加元 那整整的比前一年呢多出了十多倍 那原因呢其实很简单 我们没有办法出门旅游 购物 还有做其他的娱乐活动 所以呢人们可能 很多人呢会把这个注意力呢 放到了房地产市场上 那目前多伦多的买家呢 大部分是本地的买家 留学生还没有返校 那海外的买家呢还没有入市 那新移民的数量呢 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我相信呢随着疫苗的全民的接种呢 生活会逐渐的恢复正常 在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上呢 应该会像去年的7月份和8月份一样 会出现新一波的报复性消费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 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数据来借鉴 或者是推测房地产下一步的走势 那下一期呢我们从经济和房地产的一些实力 来继续和大家探讨一下 接下来的多伦多房地产的一个走势方向 希望喜欢我的这个视频的朋友 请不要另一期给我点一个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